很多新手妈妈,面对宝宝那小小的一团,会出现不知所措,不知如何下手的情况,有种听了很多育儿经验,看了那么多育儿科普知识,你就照顾不好玩的继续感。 其实,这种现象是非常可以理解的,就像小蝌蚪一夜之间变成了青蛙,我是谁,我在哪,我这是在干嘛的,随着时间的推移,新手家长逐渐学习成长,慢慢的从育儿小白,变成科普的人,都不是什么男士,毕竟每天喝死尿屁打架的,不是谁都能坚持下来的,照顾宝宝,偶尔失误是难所难免的。 毕竟谁都不是天生就会做家长的,但是下面的这些雷区,一定不要踩,小心上了娃,01,睡觉姿势搞不清楚,美国儿科学会建议,健康的婴儿要尽量保持养睡未不平躺的睡觉姿势,就对宝宝来说最安全,宝宝扰握,可以减少婴儿猝死综合征的风险。 有些医生认为,侧卧,也是可选择的睡姿,但有证据表明侧卧仍存在安全以外,应尽量避免,一岁以内的宝宝,建议采取掌握睡姿,尤其是半岁内的婴儿。 另外,家长出保证宝宝养握握姿势入睡,还要避免将宝宝放在特别松软的东西上,如成见的枕头,免费,粘点,靠点,柔软的填充玩具等,如果,一个不小心,宝宝将也埋在这些柔软的床上用品中,很可能阻碍透鼻的呼吸,后果不堪设想,遭到Tips。 对于宝宝来说,最安全的床具是铺着床单的影制婴儿床垫,注意不要让宝宝睡在水床,沙发或软床垫上,不要将柔软的玩具,或前充玩具放在婴儿床内,宝宝清醒时,可在家长的看护下,多尽心俯卧练习,就是趴着玩,这不仅有助于宝宝肩部肌肉和头部控制能力的发育,还可避免睡清后脑勺。 02,母乳未来被暗示,母乳是宝宝最好的食物,可根据宝宝的需求均衡配置,预防多种疾病,母乳宝宝之间的吃奶习惯差异非常大。 通常,母乳未养的新生儿每24小时,需要吃8到12次奶,宝宝通常会先在一侧乳房吃时的15分钟,之后拍择,再换一侧继续喂。 出生头几周,每隔3到4小时就应不如,宝宝睡小的话可以叫醒喂奶,一吃饱每24小时至少吃8次奶。 怎么知道宝宝是否吃饱,一看鸟步,第一个月,每天至少26次鸟步,通常有3到4次大便,随后大便次数慢慢减少到一天一次或隔天一次。 二听生意,宝宝吃奶的吞咽声,一般临续吸血几下后就有吞咽声,如果宝宝吃完奶后表现得很满足,说明宝宝吃饱了。 三,凑体重,出生后第一周,宝宝体重比出生时减少最多达10%,之后体重稳重增长,慢两周时,体重恢复到出生时重量。 如果未养充足,宝宝前三个月每月会增加420,840克体重,宝宝在3到6月,体重每月增长在420克左右。 第三,配方奶的养父充足,出生几天吃配方奶的宝宝,每次会达到60、90毫升,满月后,每次120毫升,每次小时一次。 第二个月,每次大约吃完120,150毫升的奶,第四个月,一次吃完150,180毫升的奶,摄入量对有差异,总摄入量一般在750,900毫升之间。 第五个月,每次吃完180,210毫升的奶,第六个月,每次180,240毫升,每天次到五次,单次吃奶消限最大,不能超过240毫升。 每个宝宝会根据自身需求不断调整摄入量,不用太纠结某个定量,只要精神状态好,生长八月正常,就是没问题的,临死,配方奶过龙石,宝宝无法消化,会加重肠胃,身当的负担,可能出现腹性,便秘问题。 配方奶过细,会使宝宝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,可能出现营养不良,加少切记不要随意改变水,粉的冲调比例。 另外,奶瓶中先加水,还是粉也是有讲究的,准确的奶粉冲调方法是,冲泡奶粉前,先清洗双手,然后取规定量的温水倒在奶瓶内。 再按照说明书取相应瓶勺的奶粉,慢慢搅拌或轻轻晃动摇晕,如果您先把粉在瓶内,再加水,奶粉会占据瓶内空间。 这时,按照奶瓶可度加的水,就会比实际的水少,造成配方奶过龙的情况。 05.奶月替光头 很多地方流传满月替光头的说法,其实,宝宝理发时间,根据头发生长速度自行把握就好,不用非要卡在满月时间点,更不用替光光。 宝宝头皮很薄,而且胶嫩。 抵抗力差,如果在剃头时宝宝乱动或操作不慎,损伤皮肤,细菌很容易侵入,引起感染。 宝宝剃光头后,有的妈妈可能会发现宝宝头发长出不均匀的情况,影响形象。 头发有帮助人体散热,调节温度的功能。 剃光头后,会减弱身体的散热。 夏天天气热,可以帮宝宝把头发剪短。 女宝如果头发能招起来,也不错。 06,四处清洁太干净。 宝宝每次倒变后,都需要提示根换尿不湿,并清洗小屁屁,给宝宝做四处清洁时。 注意不要清洗得过于干净,也难保清洗四处时。 三岁前不要刻意清洗包皮,以免过早发动人们的包皮,伤害到生殖器。 女宝出生时,四处可能会有一些白色的物质。 主要是在母体时,吸收了大量的激素。 出生后激素撤退后,出现的假白带。 这些假白带和皮湿的混合物,用流水冲一下就可以。 不用喝一口掉。 即使一次没有洗干净,多洗几次早就没了。 07,第六个月内的宝宝喝水,无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, 都完全可以满足宝宝兑水饭的需求。 美国儿科学会已经明确指示过,六个月内,无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宝宝, 通常情况都不需要额外补充水。 如果六个月内的宝宝生病,一度多喝水,实际是值多补充液体。 任何家长觉得应该喝水的时刻,都应该给宝宝喝奶。 08,过早使用枕头。 美国儿科学会表示,为避免因而处此综合征肌和窒息的发生, 一岁以内的宝宝不建议使用枕头。 出于安全考虑,建议一岁以后再给宝宝,用枕头也不值。 一岁以后使用的枕头,也不是大人的枕头。 家长根据宝宝紧阵生理温吃的发育情况,选择适合的枕头。 注意枕头的高度,以3-4厘米为最佳。 09,不在太盲目。 据2013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。 建议宝宝的干摄入量,0-6个月0,200毫克。 7-12个月0,250毫克。 1-3岁,600毫克。 一般,母乳含钙约为35毫克每100毫升,配方奶约为50毫克每100毫升。 母乳吸收率比配方奶高。 耐量充足的前提下,无论是母乳还是配方奶中的钙,都是完全可以满足宝宝的需求。 无需额外补钙,美国儿科学会也不介意。 给健康的宝宝,额外补充钙剂,为促进身体对盖的吸收。 宝宝出生两周后,就需要开始补充维生素币。 摸入喂养每天的维生素币顺入量,每400国际单位每币,并至少补充到2岁。 0-6月0配方奶。 喂养的宝宝,每天配方奶量付足1000毫升,可以额外补充400国际单位维生素币。 书配方奶量能达到1000毫升,则不需额外补充维生素币。 3-5食味米汤、西粥。 米汤和西粥是营养密度很低的食物,只含有少量碳水化合物。 极度平铁,饱饱味容量有限,喝米汤和西粥后,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。 长期如此的话,可能造成宝宝营养不良。 但如果是负荷心浓稠的粥,有菜要肉的,还是可以在宝宝食用的。 希望依想加分享的东西对你有帮助,依想加好越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